学生们搬着一包包的白米及面粉等物资 这些可都是远自新北市蜂鸣宫的心中 募款而来 要给仁爱国中住宿学生满满的爱心 然后能在我们晚餐期间 我们读完书的时候还可以提供效益给我们 我们之前都没有这样福利 自从台北蜂鸣宫给我们那么多东西 一直捐赠我们 然后我们觉得很幸福 就谢谢你们帮助我们 我们住宿生可以每天晚上迟到宵夜 然后可以很专心的很仔细的去上我们 上学习我们的课业 仁爱国中校长李孟贵指出 学校的住宿生除了由教育部补助的原住民住宿在校经费外 其他物质及经费是不太足够 感谢封民工捐赠物资 让在校学生能在青春期 吃得健康又快乐的成长 我们也知道国中生正是青春期 正是发育的黄金时期 然后如果说没有足够的营养 没有充足的热量 他们真的是很难预寒也很难成长 所以他就发心说 看我们学校有什么需求 那我就跟他说 你送我们最基本的那些 米啊 油啊 盐啊 糖 我们的餐费就可以省下来 省下来钱呢 我们就可以帮孩子做宵夜 所以到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帮孩子 就设计各种美味热腾腾的宵夜 人爱乡面积相当于一个彰化线 人爱国中是乡内唯一的一所国中 属于偏远小型的原住民学校 一远学校干出了感谢 这群善心人士的鼓励与帮助 也期待孩子们 在大家的爱心关怀之下 每个人都能快乐地成长学习 那我们很感谢来自新北市 奉民宫的这个众信徒的爱心 尤其是偏向的孩子 更需要我们去关心 去关怀 那让他们吃得饱 穿得软 这是我们做一个 政府应该有的这个责任 那就不足不足 幸好有外界的这个爱心的协助 我想以后我们往这个方面 我们也要再继续的努力来争取 奉民宫陈慧芳师姐表示 之前信众们都将物资捐赠给部落 现在孩子们更有需求 加上学校也成立红焙教室 所以捐赠的物资以白米及面粉为主 配合学校技职教育课程的养成 希望达到相辅相成的效果 民意新闻洪一伦 任爱香采访报道